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4万字 我会用大约30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当我们的亲人处于生命的尽头 如何陪伴他们度过这最后的时光 阅读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 人生苦短,变老和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 我们爱的人早晚有一天会离开我们 那你有没有想过当他们处于生命的尽头 知道死亡即将来临但无力改变 这时你应该陪伴他们做些什么才能不负时光 不让自己愧疚而使他们安心离去呢 事实上虽然亲人即将离去我们很难过 但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往往做不到高质量的临终陪伴 而是哭泣流泪紧锁眉头 要知道离开的人最不想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些场景 那么应该如何陪伴他们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呢 听了今天解读的这本书 你可能会找到想要的答案 于秋雨在这本书序言中写道啊 这本书揭示了人类的一项重大秘密 一个人在生命垂暮时分的最佳选择 是与家人一起重温毕生最喜爱的一本本书 那场景就像站在风顶 俯视晚霞下一座座自己曾经翻阅过的远山 充满着庆凉而又恢弘的诗意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讲述的是作者在得知母亲癌症晚期时 用一个个二人读书会陪母亲度过的最后时光 作者一开始啊 其实也不懂怎么和即将离世的母亲自然相处 直到谈起母亲爱读的书 交流才自然了起来 母亲也不再像个病人 也不再是母亲的身份 而是一个读书的朋友 这个属于他们二人的读书会 成了彼此交流的一个平台 很多难说的话语 无解的问题 不舍的情感 都在读书会中传达给了对方 作者在读书会中 尽了为人子女的本分 母亲在读书会中度过了幸福的最后时光 虽然最终母亲离开了 但这里没有悲伤 只有满足和释然 对于亲人来说 这可能是最好的离开方式 这本书是美国现象及年度畅销书 与著名的相约星期二齐名 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传播全球影响深远 本书作者是威尔施瓦尔贝 本来是世界著名出版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和总编辑 打造过多款知名书籍 后来在母亲的鼓励下辞职 创办了自己喜欢的烹饪网站 在她的人生中母亲对她的影响很大 之所以写这本书也是因为与母亲最后的读书会给了她灵感 在母亲离开之时 她承诺会将这些故事写成书籍 最后她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还要提一下的是 她是一名同性恋 但一直很勇敢的做自己 有自己的爱人 也收获了美满的人生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 阅读带来的让人安心的力量是我们急需的 第二个重点是 哪怕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 我们也要尽量充实的过好当下 第三个重点是 分享和接受是陪伴亲人离开最好的方式 那刚才我们说了全书的重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一个重点内容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 阅读带来的让人安心的力量是我们急需的 生活中出其不意的是很多 但往往一件事的发生 很可能会打破原有生活的平静 本来按不就班 有条不紊的生活 因为这件事的发生 一下子陷入慌乱和恐慌中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积极调节心态 重新恢复希望和信心 因为不管怎样 生活还得继续下去 我们的亲人还在身边一如既往的支持着我们 调节心态的方式很多 而在今天我们解读的这本书中贯穿始终的是阅读 阅读让发现癌症的母亲拥有了让人安心的力量 在这里阅读不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 而是融入生活日常 在书中找寻安宁的通道 在母亲癌症确诊之前 作者全家都是一种极度忙碌的状态 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一摊子事情 工作 交友 健身等等 所有人都害怕闲着 因为一闲下来就感觉哪里都不对劲 就连已经很大岁数的父亲 也只有在住院进行真剂治疗后才闲了下来 那作为全家中心总调度的母亲 更是事事操心 忙得不可开交 她不仅安排全家人的生活 还帮一个大型慈善机构安排几百人的生活 与自己曾经有交集的各种各样的人 保持联系并提供帮助 还在阿富汗境内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基金会 这花费了她的绝大部分精力 母亲的工作需要她经常飞往各个战火纷飞的国家 因为旅途劳累 水土不服等原因 她每次回来基本上都会生病 但在国内待一段时间后 病症很快就会消除 所以在2007年春天前往阿富汗回来之后 她又一次生病 我们甚至都没有在意 但是这次她好像有所不同 直到2007年夏天的时候 母亲还是病痒痒的 她也听从我们的建议 看了医生 但没检查出什么结果来 就在我们都还没太重视 母亲自己对未来 还有很多规划的时候 医生确诊癌症的报告出来了 一切来得猝不及防 正在国外参加书展的我得知消息后 差点晕了过去 母亲反而显得比较淡定 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她是个斗士 她会和癌症斗争到底 支撑母亲坚强的 正是母亲这些年阅读过的那些书 母亲这一生 只要感到悲伤困惑和茫然无措 都会在书中找到给予她安慰的地方 书能使她精神集中 使她平静 带领她走出困惑 毫不夸张地讲 阅读对于母亲和吃饭睡觉 同样稀松平常 而我是一个图书编辑 也有经常阅读的习惯 但在母亲生病后 我们才真正在一起看书 布拉尼奥的荒野侦探和托马斯的沉沦之人 是母亲生病后和我第一次一起看的书 这次经历让我发现 母亲和我的道路不同 但同样可以分享阅读体验 而且还让我找到了陪伴母亲 走完最后时光的新方式 一起阅读使生活又有了活力 而我们也不必退缩和孤立无助 我也开始帮母亲写博客 让所有关心她的人 方便知道她的近况 家里陆陆续续收到各种礼物 我陪母亲定期去医院化疗 母亲正式开始和癌症斗争的日子 在读书会的时候 我读了母亲推荐的 《疾病的礼仪》这本书 这本书让我认识到 疾病确实是有礼仪的 这对我和母亲的相处帮助很大 我把书中提到的一些要注意的问题 记载了一张小卡片上 从而时刻提醒自己 这决定了我将是最懂母亲的人 也将会陪伴母亲 以最舒服的状态走向终点 因为这最后的陪伴 让我和她有机会重新谈及家人和每一件事 加深彼此的了解 更有趣的是 这种交谈还是始终围绕读书会展开的 在一次次读书会上 我们谈起母亲的少女时代 学生时代 以及每个阶段喜欢看的书 母亲也讲起自己在大学时代 怎么疯狂地和一个教授相爱 后来又怎么结识父亲 结婚生子 以及我们小时候读书的一些故事 因为书我们打开了话匣子 而谈到不想说的隐私时 又会回到书中 在这样的读书会上 曾经美好的回忆 一点点浮上心头 在行将旧木之时 最幸福的是 莫过于和最亲的人 缅怀过去的时光吧 母亲的癌症已经处于第四阶段了 无法进行手术治疗 只能进行化疗 治疗的副作用 让她感到疼痛和难以忍受 腹泻便秘和无边无际的疲惫感 也伴随而来 在关键的时刻 书籍总会给人以力量 我们开始看一些有关祈祷的书 《每日的力量》是一本写给教徒的书 书中会有一些有宗教含义的诗句 后来这本书 母亲在抗癌期间也一直随身携带 给了她很多安慰 母亲信教我不信 母亲曾经为了这事 还引导我多次 但我最终都没有使宗教成为我的一部分 而读书会进行到以基督信仰为主的书上时 在和母亲的几番思想碰撞下 我决定为母亲祈祷 不论有没有一个人在倾听祈祷 这都是我对她最美好的祝愿 说到这儿啊 我们来小结一下 刚才的几分钟啊 我们说了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 阅读带来的让人安心的力量是我们急需的 这部分主要讲了我原本稳定的生活 因为母亲突然被确诊癌症 全家人陷入深深的恐慌中 我和母亲通过读书会的形式对抗恐慌 在一次次的交流中 逐渐寻找属于自己内心的安宁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说第二个重点 哪怕生命只剩最后一天 我们也要尽量充实的过好当下 当一个人得了绝症 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那往往呢 会被即将到来的死亡击垮 表现出恐慌 胆怯 无力等症状 现实生活中啊 很多得了绝症的人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躺在床上等死 而这本书中的母亲呢 不仅短暂的战胜了癌症 延长了寿命 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大事 在母亲的癌症 被确诊的两个月之后啊 迎来了化疗的首次扫描结果 所有人都在忐忑等待中 不确定他还能活多久 一个人突然看不见未来 是可怕的 母亲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我们更是害怕看见 没有母亲的未来 但检查结果让人大为惊喜 母亲的肿瘤缩小了 而且还在缩小 这意味着她又有了更多的时间 可以制定自己想做的计划 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相互陪伴的时间 读书会仍然在继续 我们说到阿富汗建图书馆的事 母亲说 这是她的新年愿望 另一个愿望是关于我的 希望我能主动辞去 一直抱怨不休的工作 她向我展示了几张 她才收到的照片 全是她曾经帮过的人 寄来的全新的生活进照 母亲看着这些照片 无比自豪 我就在那一刻决定 离开我不喜欢的工作 也去做一些让我自豪的事情 母亲本来是一名普通的高中校长 她的生命变得伟大 是源于一名菲律宾修女的来信 修女不仅是仁爱之女 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仇款人 她向母亲讲述了难民聚集地的一些情况 也向母亲发起募捐 后来邀请母亲去难民营帮忙 母亲当时头脑一热 便决定离开学校一学期 到难民营去工作 她和正在闹小矛盾的我妹妹Nina 在这件事上达成一致 一起远赴难民营 在那里 他们见识了世界上最差的生活环境 和最苦的一群人 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中 他们都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目标 一年之后 母亲辞去学校的工作 开始为救助难民的事业做贡献 她的故事总是启迪着我们 直到我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偿后 才勇敢地迈出了迎接新生活的第一步 而母亲很早就看透了生活的真谛 生命不可控 可控的只有活在当下 纵使母亲快要离开人世 我们所有人一起的未来梦想已经破灭 但她还是做好工作 旅行 家庭聚会等计划 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会受影响 但这并不影响她对生活的热爱 直到肿瘤变小后 母亲最想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伦敦旅行 伦敦是母亲喜欢的第一座城市 对它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虽然这次旅行特别折磨人 母亲一到伦敦就发起了高烧 到了医院之后烧又退了 身体一直不适 但并没有妨碍母亲 见老朋友忙工作和怀旧 母亲紧接着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待了两个月 那里的天气海滩房子图书馆 母亲都特别喜欢 她给自己做了读书和见朋友的计划 这段时间母亲的精神还不错 但能明显感觉到她消瘦了很多 头发又变少了 事实上 母亲正在一点点接近死亡 但纵使这样 她总说自己是幸运的 当时我们读的是最后的演讲这本书 作者是得了一线癌症的一个大学教授 母亲看完对我说 这本书使她认为自己特别特别幸运 因为虽然她和作者情况一样 但她儿女齐全 也做了奶奶 类似这种的乐观精神 一直贯穿于她抗癌的全过程 母亲对于死亡的乐观也让人动容 很多人愿意谈及死亡 但很少有人愿意谈及就要来临的死亡 而母亲不同 她总是很坦然的和别人说自己得了一种不治之症 而这种疾病呢会让她不久后走向死亡 任何有关一年之后的计划 母亲总会向别人说 看自己当时是否还活着 她表达这些的时候 像是在平静地诉说别人的故事 但可能因为有这份理性 她更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努力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上 阿富汗图书馆的事 是她晚年最关心的一件事 即使是确诊了癌症之后 她也没有停下筹款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有个不愿意母亲对图书馆的事太操劳的朋友 最终决定捐一百万美元 远建阿富汗图书馆 这笔钱让那个近乎不可思议的梦成为了现实 母亲关注的永远是那些需要完成的事情 这也是她能一直集中注意力的原因 比如阅读这件事 常人很多时候都难以做到专注 但母亲即使身患绝症 身体已经被化疗整得异常难受 她还是可以专注的读书 在母亲癌症确诊一年之后 她还有着一与普通病人的经历 关注并做着很多事 比如召开阿富汗图书馆董事会 参加玛利蒙曼哈顿学院为自己颁发荣誉学位的典礼 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参加自由奖颁奖晚宴 这些都是特别好经历的事 纵然整个过程中她的身体一直时好时坏 很多次往返于医院 但这些事她都记在心头 有时候病情还会随之波动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 还能有条理的做好那么多事 母亲的这些精神和行为深深的影响着我 包括在读《炎的代价》这本书时 故事的主人公本来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但因为陌生人一句善意的问候 圣诞快乐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在现实生活中 母亲也一直是一个对别人特别温和的人 她会对每天遇见的每个人都说感谢的话 即使是在医院化疗的时候 她从小就教导我们三个孩子 要感谢他人的每一次帮助 争取这些美好的品质 让她能不断坚持和癌症对抗 即使生命垂危 但仍然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 这大概就是充实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分钟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来小结一下啊 刚才的这几分钟呢 我们说了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哪怕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 我们也要尽量充实的过好当下 这部分呢 主要讲了母亲虽然明知活不了多久 但依然乐观地做好自己的生命规划 旅行 见老朋友 陪家人 以及关注国家大事 请自己未尽的事业 虽然身体时常很难受 但母亲长期养成的专注力 让她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 母亲的感恩之心在一定程度上 也让她延长了生命 以上呢 是这本书的前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自我精进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 阅读带来的让人安心的力量 是我们急需的 第二个是 哪怕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 我们也要尽量充实的过好当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啊 分享和接受 是陪伴亲人离开最好的方式 《奇想之年》是一本涉及死亡 悲伤和疾病的书 在这本书中啊 作者讲述了自己父母去世后的感受 非常难过 非常孤独 为以前的时光 没有说出口的话 为不能分享的 乃至不能用一切现实的手段 表示感谢 为他们在生命最后那段时间 所忍受的痛苦 无助 生理上的羞耻感 为所有这一切感到后悔 这应该是大多数 经历过亲人离去的人 都有过的感受 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遗憾呢 分享和接受是最好的方式 要说自己想说的话 做自己想做的事 多问问题 多聆听 多陪伴 这样才能让他们平静 而有勇气的 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相比起来 文中的我是幸运的 我在同母亲的读书会中 领悟了这个道理 也确实不断地在用这样的方式 和母亲相处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同时 母亲也不断引领我感受到 一个个前所未有的体验 在母亲被诊断癌症一年半时 迎来了她的75岁生日 此时的她身体已经很差了 新的治疗药物没有一点效果 肿瘤不断接着长大 而且扩散得越来越快 但母亲执意不肯表现出来 她每天还是要出门 去开会 去约人见面 去看音乐会和芭蕾舞表演 从母亲身上能随时看到 美国第一代职业女性的坚强 在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 她们积极参与讨论 聚会 读书 谋求新生活 这其中的一些先驱者 使一切成为了可能 母亲便是她们中优秀的一员 我很乐意通过阅读提问 引导母亲讨论一些这样的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经常聊起和难民有关的问题 因为这是母亲做了很久 到即使是临终时 也在忙碌的事 那母亲还有幸赶上了 妇女难民委员会成立 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那时她已经化疗一年半 身体极其虚弱 但那天她状态还不错 一群人围着她和她聊天 人们对她的贡献给予肯定 那段时间我和母亲 共读了芒果的滋味 这本书的作者曾经是一位难民 还为此失去了双手 她在书中详细讲述了她的遭遇 以及自己怎么样学会了宽恕 在这些谈话中 我感受到母亲对难民深深的牵挂 这是一份来自并未老人的信仰 无关其他 但事情却正在向不好的方向发展 母亲体内的肿瘤依旧在增长 而且新的实验治疗对她没什么用 母亲决定放弃治疗 这意味着母亲的生命无可延续地开始倒计时 我们能做的只有让她舒服一些 少经受过多的折磨 值得安慰的是 就在这时 母亲一直牵挂并为之祈祷的 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董事会成员大卫 在被绑架七个月后成功逃脱了 这让母亲了了一桩心事 在母亲看来 大卫必须活着 因为只有在危险地带做难民工作的人活着 我们的世界才会有希望 母亲的病情急剧恶化 一天比一天虚弱 我们读书会还在继续 这次我们共读的是《龙文生的女孩》 这本书虽然是一部悬念小说 但让人一下子明白 妇女难民委员会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 这给了我一个启示 阅读让好的精神得以传播和传承 于是我决定给母亲写一本书 因为我们的读书会 就是一场人生读书会 当然还有个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爱我的母亲 我为她骄傲 最后的读书会 也让我和母亲第一次谈及 男同性恋这个话题 在二十岁的时候 我以写信的方式 向父母坦白了我的信去向 母亲也写信回复了我 说自己看到的第一眼是生气和不安 主要原因是在这个遍布歧视的社会里 同性恋意味着 我的人生要比一般人艰难很多 而等母亲晚年再一次谈起这个话题时 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幸运 因为有着这么包容和爱自己的母亲 在母亲完全在家养病之前 我们来医院做最后一次检查 这次回诊意义非同寻常 母亲的主治医生给了母亲一个告别的拥抱 我目睹着这一切满心悲伤但无能为力 当时父亲也在旁边手足无措地站着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 最难过的当属父亲 他身材高大毛毛躁躁 但在屋里的时候总是捏手捏脚 害怕打扰到母亲休息 他已经八十二岁了 每天还奔波在办公室和回家的路上 就为多看母亲记忆 他们相伴一生 父亲始终尽全力保护着母亲 给予他真切的关怀和付出 他们虽然性格不同 但喜欢的事物几乎一模一样 也经常喜欢待在一起 让对方开心 不在一起的时候 也经常思念对方 母亲推荐我读的最后一本书是 自由机 描写了一个喜欢读书的女人 即将死于癌症的故事 没多久母亲便离开了 母亲离开的卧室 放满了她这一生读过的书 各种各样的都有 这些书成了母亲的老师 也是她人生路上的指引者 让我比较宽慰的是 在我陪伴母亲最后的几个小时 我和她谈论着我们一起读过的书 喜欢过的人物 段落等等 我还特意对她说 我爱她 虽然她最终离开了 但她平静安详 没有遗憾 上面就是这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 分享和接受 是陪伴亲人离开最好的方式 这部分主要讲了 母亲的疾病不可逆转 生命马上走向结束 选择用分享和接受的方式 与母亲相处 引导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 在这些沟通中 我进一步认识了母亲 也陪伴她 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好了 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所说的要点 首先 我们讲到了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 我们急需阅读带来的 让人安心的力量 母亲虽然被确诊癌症 但她并没有绝望 而是在阅读中找到慰藉 并且用阅读完成了对生命最后的告别 其次 我们讲到了哪怕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 我们也要尽量充实地过好当下 人生无常 死亡是不经意之间就会发生的事 没法操控 我们能控制的只有尽量过好当下 母亲即使癌症晚期 知道自己来日不多 依然把有限的时间花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 真正做到了活在当下 最后 我们讲到了分享和接受 是陪伴亲人离开最好的方式 面对亲人离去 纵使千般难受 也应该稳住自己情绪 给他们一段最幸福的告别 文中的我在读书会上向母亲提问和探讨 引导母亲分享自己内心的感受 加深了彼此的了解 也让她无憾地离开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我们不见不散